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今天的课程 战争启示录第三集 东正教徒普京以第三类偶像崇拜 奥古斯丁强调过人由善而变恶的原因 在于人因为骄傲而过度应用自由意志 追求以自己为存在的中心 从而背离了上帝的最高的善 奥古斯丁把人过度追求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甚至妄图控制世界 期待上帝的想法叫做过度欲求 他认为因骄傲而产生的过度欲求是邪恶的根源 这句话首先放在这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东正教徒普京 华盛顿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越来越明白 对人类文明非邪业大 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利 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 什么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呢 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利 其次才是像瘟疫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地震什么的 以及人类的无知 那么相应的就是我们知道 George Bush 小布什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既不是蒸汽机 也不是电动 也不是电动机 甚至不是互联网 还更不是什么人工智能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就是人类在新教文明之下 终于驯服了权力 但是在普京身上 我们看到除了不断强化个人权力 俄罗斯能够用来显示 大国存在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普京身上我们恰恰看到的是 一个权力的影子 是一个权力的怪物 权力的恶龙 普京季节改变 民众无力改变 这大概就是俄罗斯当前的现实 那么乌克兰人呢 他们要选择欧洲的道路 而不是俄罗斯的道路 这个就很难说明问题 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说了那么多 其实呢 英国总统约翰逊 讲得很到位 他说最害怕的就是乌克兰人民 走向自由选举和民主理念 然后就把俄罗斯给比下去了 一个真正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和国家 将完全的站立起来 并将彻底的击除俄化 并融入欧洲 这才是俄罗斯 未来数百年的最大的心病和噩耗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吧 那我们回到 俄乌战争 从战争启示录的角度 特别是从中正教徒普京 这样一个窃露点 我们把一些行为背后的东西 把它找出来 我们上次讲到普京有很多面 是吧 这个就像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 普京当然就更加的复杂 你不太容易抓住他的全面 以及他的本质 那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画一个最深刻的普京画像 灵魂的画像 所以呢 我们就要讲东正教徒普京了 普京他的父亲呢 是一名无神认者 是海军 母亲是坚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徒 那么经常参与教会的活动 在普京很小的时候呢 就教导了他东正教的思想 那么这个就是幼年时候的普京和他的妈妈 那么这个是普京成长时期的一些照片 父亲影响他从军 母亲影响他一生 所以母亲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90年普京从德国回到国内 退出科克勃 从此呢 开始从政的生涯 这个时候的普京开始正式的信奉东正教 定期到教堂做礼拜 还曾经在圣彼得保释政府工作期间 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普京脖子上呢 挂着十字架的项链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普京那一次访问以色列之前 他母亲给了他一个十字架 并嘱咐他戴上 普京后来就回忆说 我真照他说的做了 将十字架戴在脖子上 从来以后再也没摘过他 93年普京的妻子遭遇了一场车祸受伤 然后一场大火了又烧毁了他们的住房 这件事呢 让普京成了一名更加坚定的东正教徒 普京可以说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 普京带着对东正教的虔诚 到了摩斯科2000年1月7日 普京作为俄罗斯代总统 在耶稣诞生纪念日之际 向全俄东正教发出祝贺信 赞扬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还亲自到教堂参加仪式 那么有很多的普京参加活动的图片 普京上台以后正式当上总统 这个每年都去教堂参加活动 无论是纪念活动 还是东正教的礼仪庆典 普京只要有时间 极少缺席 有人上过普京执政20年 他参加重大的盛世活动 大概有600次 平均每年30次 每个月一次 如果在加拿大自己私人的礼拜等等 那么还要更多 很显然除了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之外 普京参加的宗教活动是最频繁 也是最多的 所以你即便不认可普京是一个最虔诚的东正教徒 你至少要承认他是一个最殷勤的东正教徒 另外普京推动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强势的回归 为了切实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 普京要求在军队设立专门的神职人员 还把这个东正教的课程 纳入到前国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 所以东正教在俄罗斯发展势头很猛 这个宗教人士的地位提高 而且进入到俄罗斯杜马 也就是国家议会任职 近几十年来 普京经常就国家大肆 以东正教大牧手进行商议 许多重大国事活动 包括总统就职仪式 都有宗教领袖出席 而重大宗教活动一定会有普京或者其他的政要在场 教会甚至可以出面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最高的政治纠纷 各种政治势力 包括俄罗斯共产党 都利用宗教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的支持 因为虽然争取到教会的支持 所以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选票 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前夕 普京专门会见东正教牧手阿列克希尔市 以他商讨峰会期间召开八国宗教领袖峰会的事宜 以扩大东正教的国际影响 06年6月 普京总统因为牧手在人道主义活动方面的突出成就 向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 目前俄罗斯的总人口1.5亿 而东正教徒超过一个亿 东正教对俄罗斯人非常重要 71%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 那么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说 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 必须是东正教 东正教徒 你不是东正教徒 你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 那么普京对东正教有很多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在论时实现了 俄罗斯东正教与海外东正教的合并统一 07年5月17号在普京的见证下 俄罗斯东正教会领袖亚雷克谢 二世大主教以流亡海外的东正教会领袖 拉夫里大主教进行了合并仪式 从此结束了俄罗斯东正教长达80年的分裂 亚雷克谢二世为止 还给普京颁发了三位一体的宗教纪念章 所以普京还真是在这方面应该说他有他的贡献 普京不管吃什么也都会先让人起样念毒 基本上端上他桌子的食物都来自俄罗斯东正教领袖 基利尔的农场庄严 而且绝对是新鲜配色 因为普京是一个东正教徒 而且我们说他是这么虔诚又殷勤的东正教徒 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出移中正教的这样一个保守主义 普京执政的二十年间一直以东正教保持紧密联系 并试图使俄罗斯远离西方价值观 特别是对同性恋和性别流动性的自由态度 第三年俄罗斯将同性恋定为非刑事罪 普京签署立法禁止宣传非传统性关系 表示是促成传统俄罗斯价值观 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 法案规定若俄罗斯公民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关同性恋 双性恋变性者社区信息的人或举行同性恋集会 将处以高达4000英镑的罚款 以及最多可激留14天 若是外国民众 这可欺足出境 对不起俄罗斯对同性恋运动 2021年10月21号 普京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发表题为 21世纪的全球震荡的主旨演讲 激烈地抨击了西方当前白左意识形态 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社会弊病 普京强烈警告 这与俄罗斯在1917年列宁革命期间 所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 普京强烈到我们困惑地看到 在那些习惯将自己视为进步其制的国家 正在发生瘫痪 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 有些人积极地抹弃自己的历史页面 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平权行动 以及要求放弃对母亲父亲家庭和性别区分等基本价值观的传统价值观 很显然普京是针对西方当前正乐中的起销主义身份政治 贫钱运动来发生 那么他是当年的红左的过来人 那么红左呢 是以财富来划分阶级 经而煽动人和人之间的仇恨 那么今天的西方的白左呢 是以文化性别来划分不同的人群 经而煽动人和人之间的仇恨 本质呢 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制造分化和仇恨 挑动群众斗群众 那么最终的目的都是摧毁基督教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和窒息 普京宣告西方国家有权做他们想做的事 但俄罗斯社会的绝大多数拒绝左派的思维方式 所谓的社会进步的人士 相信他们能给人带来新的良知 新的意识 是更正确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 普京说 我想 普京想告诉人们 他说他们想出的食谱并不新鲜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些东西在俄罗斯早就试过了 是吧 但是确实失败的 那就是当年1917年的革命 普京在演讲的最后宣告 在当今世界上奉行温和的保守主义政策 是最为明智的行动路线 因为它可以防止走下坡路 不会死全球陷入混乱 俄罗斯将以温和保守主义原则为指导 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是乐观主义者的保守主义 普京这并不是第一次公开表达 他的温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立场 19年6月28号普京在G20峰会前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曾经警告 数十年来支撑西方民主国家的白左式的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了 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想已经站不住脚 自由主义已经不合时宜 那么这些言论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很棒 很不错 所以在美国在全球有很多基督徒保守主义者 特别是对当前西方白左 起销主义身份政治 偏离信仰 这样一股潮流忧心通中特别不满的人 大家都对普京的这些讲话的报以贺彩 同时也对俄罗斯抱以某种期待 那么我自己也不例外 那么上次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伙伴提到 他是对的 他说有必要再回应一下 也是对的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们大家都没有深入研究普京 也没有深入研究普京的保守主义 更没有深入研究俄罗斯的东正教 所以我们都被骗了 一看东正教 跟基督教三大教派 应该是很近的 上来就先有三分好感 至于东正教是怎么回事 可能压根就没研究 然后就已经先露为主的有好感 普京这里面提了几记保守主义 批评一下西方白左 然后大家就很激动了 那么他的保守主义 跟我们经常所谈的英美的保守主义 是一回事吗 大家也可能没有仔细研究 然后就掉坑里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对普京 的确补一场课 要好好地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那我们看保守主义 很显然我们不难看表面 中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个学者刘金银讲 人类是一个整体 出自同一个造物主 人性也完全相同 所以保守主义只有一种 这就是保守基于信仰的 人类自由及传统的主义 保守主义其实是要保守 上帝之下的真理之上的 真理公义之上的自由 保守自由之花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自由之花 我们知道保守主义 包括经济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 就是捍卫经济自由 私人财产的保护 自由市场秩序等等 政治保守主义 捍卫政治自由 宪政法治 将权利关进笼子里等等 那么还包括原论自由 还包括信仰自由等等 那么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普京的保守主义 你仔细一对照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残缺不全的文化保守主义 反对同性恋 这个文化多元主义 那么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但是他完全没有 现代文明根基性的经济保守主义 也没有政治保守主义 能够把现代文明建设好 建立现代文明根基的是 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 前面我们讲到 就是看重私人产权保护 自由市场秩序 一句话就是看重经济自由 但是普京从来没有带给俄罗斯 以经济自由 反而强化了俄罗斯的寡头经济 让俄罗斯的市场经济的奄奄一息 那么普京也在没有任何的政治保守主义 他不是保障个人自由 通过宪政来自衡权力 一句话就是将权力装进笼子里 恰恰相反 普京是让自己的权力不断的膨胀 那么最终将俄罗斯的反对力量 以及俄罗斯人民装进了笼子里 上次我们讲过 很多反对的人都被他杀了 无论是反对他的政党代表 还是记者 只要反对他的 都被他以各种的方式干掉 所以普京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吗 很显然 他不是 因为他不是经济保守主义者 也不是政治保守主义者 他只是残缺不全的文化保守主义 所以他就不是我们经常所谈论的 新教文明所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 而是基俄罗斯的东正教所出来的文化保守主义 那么这样的保守主义 在经济保守主义上 它是零 政治保守主义上 它也是零 那么最后就剩下反对冲击链 然后支持东正教 支持国家 这个支持俄罗斯 这叫啥东保守主义呢 是吧 这是一个残缺破败的保守主义 以此同时的我们讲过 这个基督信仰是保守主义之根 这个然后呢 保守主义是基督信仰之花 那么现代文明 以这个新教文明所代表的是它的果 是吧 那么这个很显然 普京的这种保守主义 它是结不出现代文明之果的 那么普京的保守主义 结不出现代文明之果 它保守主义之花 它本身就有问题 那么说明它的基督信仰 也就东正教所代表的基督信仰 本身就出现了偏塌 出现了问题 它的根就不对了 所以它是结不出果子的伪保守主义 更加重要的是 普京高举保守主义 乃是别有用心 它为什么要高举保守主义的旗帜呢 它当然要在前求 这个特别是西方拉拢一部分 对白左不满的人 是吧 但所以它的目的是攻击美国 以及大乡体系 维护并扩张它正在打造的 俄罗斯的帝国模式 让俄罗斯乱中起盛 成为欧亚中心 这才是它的目的 别有用心 这个保守主义的旗帜呢 只是它的一个门面 欧亚主义才是它的里面 而帝国模式 扩张侵略才是它的本质 普京的保守主义 是基于俄罗斯传统 特别是东正教的保守主义 以我们所谈论 并充分肯定的基于新教的 英美保守主义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呢 实在不要共为一谈 也不要自作多情 我们以前呢 都被普京骗了 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 研究不够深入 不够客观 可惜的是 普京的总统说辞 不仅骗了德国总统 总理等白左 让他们和俄罗斯做生意 把大笔的银子送给俄罗斯 也把许多痛恨白左 痛惜西方正在 实习信仰和自由的 保守主义者们骗了 因此呢 请朋友们 务必插亮眼睛 敌人的敌人 未必是朋友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谈 东正教徒普京 东正教以新教天主教 并灭基督教的三大教派 一般人很容易以为 三者应该也差不多 所以呢 基督徒先路为主 难免对东正教会有三分好感 对前阵的东正教徒呢 普京也容易平天好感 但是仔细考察之后啊 我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为什么呢 因为东正教实在是 三大教派中最落后的啊 文化落后 认识落后啊 文明贡献落后 以新教可谓相续盛演 不仅如此 东正教还有太多的 掺杂了的教和读术 因此呢 将对基督教的好感 简单延伸到东正教 和普京身上 也是一种认知上的迷雾 那我们今天啊 就来谈谈这个东正教 谈东正教呢 我们必须谈基督教啊 那么基督教的教派呢 我们知道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 三大教派 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 目前前世间呢 大概是有二十多亿人 是基督徒啊 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啊 那么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除了日本之外的 都是基督教文化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啊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么基督教的 大概它的变化啊 是公元一世纪啊 基督教产生于 我们知道这个 亚洲西部罗马帝国 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犹太 犹大地啊 犹太地区 而罗马帝国 我们知道在一世纪 二世纪的时候呢 是极其的强盛啊 大约啊 这个控制了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整个地中海是它的内海 那么罗马教会啊 这个就是以罗马 这个制作城市啊 为代表的啊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主要的教会啊 公元三百二十五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 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啊 将罗马教会呢 列为所有教会之首啊 所以那罗马的天主教 是由此足部的产生的 公元三百九十二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 又被定为了国教 公元三百三十年 金士坦丁把首都 迁往了东边的拜占庭啊 并将此城市改名为金士坦丁堡 也被称为第二罗马啊 这个第二罗马呢 是指的 它是啊 第二座好像罗马城这样的城市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它这里面有个徽标啊 它是两头鹰啊 一头看着东方 一头看着西方双头鹰啊 那么这个是拜占庭的标志 也就是金士坦丁堡的标志 公元三百九十五年啊 那么罗马帝国呢 又分裂为了东罗马帝国啊 又称拜占庭帝国啊 这个也叫第二罗马啊 这个第二罗马呢 不是指第二罗马城 而是第二罗马帝国了 和西罗马帝国啊 西罗马帝国那时候还在 基督教的随之也分成东西两派啊 东派和西派东派教会呢 就以拜占庭啊 或者金士坦丁堡为中心啊 今天呢就是土耳其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 那么经书和崇拜仪式使用希腊语 西派教会呢 以罗马为中心啊 经书和崇拜仪式呢 使用拉丁语 西罗马和东罗马呢 分别统治罗马帝国一半的领土 而前者持续时间不到一百年 在公元476年被热曼人啊 锁灭了 那么第二罗马 拜占庭帝国的僵义呢 啊 鼎盛的时候 大概控制了356万平方公里的僵义啊 也不小 啊 451年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 金士坦丁堡 牧首的地位被提升到了第一名啊 以罗马教宗并列 当时教宗梁一世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拒不承认金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啊 这个双头鹰啊 这个并列第一啊 他不 这个罗马的教宗不满意 那个时期基督教已经在地中海地区顺利发展 这个地区形成了五个主要的中心 亚历山大主教区 安提阿主教区 金士坦丁堡主教区 耶路撒冷主教区和罗马主教区 这几个主教区本来是平行关系啊 然而后来罗马教会的权力日渐扩大 引发东边的四个主教区 为争取基督教会的领导权 而不断的发生冲突 尽管如此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啊 罗马教会和金士坦丁堡教会呢 形成了东西割据的极面 但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啊 基督教人没有正式的分裂 那么这个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拜扇庭啊 或者金士坦丁堡啊 这个东罗马帝国啊 叫做第二罗马啊 那么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神圣罗马帝国啊 这个公元962年所出现的啊 那个也叫第二罗马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但是这个罗马呢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更非帝国啊 所以大多数的人呢 是不把它看成第二罗马的啊 这个大家倾向于呢 还是把东罗马帝国呢 看成是第二罗马 因为他后来又陈系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一公年 476年灭亡之后啊 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一千年啊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东正教一直相辅相成的 维持着帝国 以国家关系密切 直到1453年啊 首都金斯坦丁堡 被伊斯兰教的精队啊 叫奥特曼啊 受贡献了 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左右 正式脱离啊 罗马公教会 当时金斯坦丁堡的牧手啊 叫塞鲁拉留斯 指责罗马教皇 篡改圣经内容 以及教育 以各种礼仪问题 质问梵蒂冈教廷 罗马教皇 学条失败后 导致东西教会大分裂 东正教从罗马公教会 正式分裂出来 形成了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 那么东派教会的 以正统字居啊 故称正教啊 同时的地处 欧洲东部 又称东方正教啊 东正教啊 西派教会以普世信啊 Catholic字居啊 称作公教啊 也叫罗马公教啊 所以呢 也叫罗马天主教啊 那么根据呢 我曾经去做过访问学者的美国的Gordon Conway 神学院的全球啊 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统计 罗马天主教啊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啊 拥有超过十亿的追随者 占世界基督教人口的一半 那么东正教呢 强调正统性 坚守古教义和古礼仪 所以自称正教 发展到现在的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 目前全世界的信徒大约是2.6亿 占全球基督教人口的12% 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那么其中呢 这个大约40%的东正教徒呢 是基础在俄罗斯 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系 拥有悠久传统 以天主教会不同 他们没有宗教改革的分裂 因此自认是地上真正的基督身体 倘若西方基督教人士 先称东方教会将自己分隔出来 那么东方教会就会反驳西方教会 认为西方教会才是与正统教会的分离 那么三大教派里头的东正教的信徒最少 这个同时的自己也没有一个 全球的统一的教会中心 东正教会目前由15个独立的自主教会 和两个自治教会组成 这个呢 我们不详细介绍了 名义上金字坦丁堡大幕守处于首席地位 但实际上摩斯科大幕守 耶路撒冷大幕守 安提亚大幕守 亚历山大米亚大幕守 并不受其节制 而且这些大幕守对非本国的中正教会 辖区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所以它基本上是各自管理 那么新教呢 是研疑1517年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 然后这个要求这个教会改革回到圣经 由此引发宗教改革的风暴 那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脱离出去另立新教 那么新教反对天主教的圣统制 因此呢 不接受罗马教皇的领导 也不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 同时废除了天主教的教界制 也就认为信徒不孝神之人言 就可以上帝交通 唯独信心是新教整个信仰的核心思想 一个人得拯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而不是出于人的善功行为 那么这个就跟天主教东正教有区别 目前前世界信仰新教的信徒大约有八亿 所以新教是仅随着天主教之后 那么中国是以新教徒为主 那么这个图呢 大概可以看清来龙气脉 一开始呢 就是犹太教 这个能够犹太教在 这个从犹太教里头 出了一批人 这批人叫基督教 那么基督教的这个分裂之后呢 就是公元一世纪 那么能够到了1050年 东正教里面出来了 这个基督教里面分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 然后1517年呢 在天主教里头和基督新教再分 那么当年公元六七世纪 还出现了伊斯兰教 从这里面的一个 这个从这里面产生出来某种程度 也是这样 那么三大教的共同性 共同性呢 你看还是有很多共同性的 这个比如说啊 这个符号 这是鱼的符号 鱼表明什么呢 表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所以这条鱼啊 很多人这个在车上用了一个符号啊 也是这个符号 那么这个呢 是三教都能够接受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共同性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详细的西座宗教比较 所以我们也不多谈 那么三大教派有没有区别呢 也有它的显性的区别 你看十字架就看出来 这个就不一样了 基督教的十字架最简单 然后这个罗马的天主教的十字架里边 中间有个耶稣 那个这里边 然后这个中间是东正教的十字架 教堂也看出来 这个天主教的教堂是哥特式的 这个东正教的教堂上面有那个圆形 然后这个新教的教堂就特别简单 那么除了这些外在上的区别 三大教派更有内在的区别 比如说什么是信仰的权威呢 那么东正教的教义呢 就认为信仰的权威包括了圣经 也包括了圣传 什么叫圣传呢 这个圣传指教会的传统 包括大公会议的结议 使徒遗训 教父著作等等 所以它的权威就不仅仅是圣经 那么新教呢 这个大家就唯独圣经 只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 那么其他的都不算是权威 但是他就要把圣传 就是大公会议的结议 使徒遗信教父著作 都看作是跟圣经等同的权威 那么他有一句话 东正教说圣经是教导 传统是教师 圣经是教导的 传统是教师 教师是活的 教师也很重要 教导 把圣经看作教导 把传统看成是教师 东正教特别强调传统 重视找其教父们的著作 传统被看作是活的要素 斯隆文在面临新时代的挑战时 能够保持那些在根本上不变的东西 那么这也反映出 在东正教所使用的礼仪形式 比较固定上 那么唐重荣曾经指出 他说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在哪里 他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则性的分别 就是权威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信仰的权威 基督教说根据圣经 圣经是唯独圣经 圣经就是权威 天主教说根据圣经 还要加上大公教会 遗传下来的所有的教义和那些决定 这个其实就是东正教所讲的圣传 然后唐重荣就不干了 他说我们不然否定在传统中 有它特定的地位和应当 看重并死守的东西 但是不然把传统的教义和圣经 等量器官来看待 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是唯一结对的标准 自己传统并不是不重要 但是没有重要到和圣经等量器官的地步 所以我讲完这个大家就知道 一个新教徒跟一个天主教徒 特别是跟一个东正教徒 你有多大的差别了 就像耶稣所说的 他们把人的遗传 当做上帝的诫命来教导人 那就错误了 所有的这些大公会的传统等等 这都是人的遗传 你把它当成上帝的诫命来教导人 那就错误了 东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一天主教和新教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东正教主张 圣子是由圣父所生的 然后圣灵是由圣父所发的 因此不同意关于圣灵 是来自圣父和圣子的说法 不接受天主教在信经里加入集子 就是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是基督的灵 耶稣的灵 新教徒都会认同 所以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 他只同意圣灵是来自圣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东正教跟俄罗斯 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这一称谓 同时也可以叫做莫斯科牧首期 你可以叫俄罗斯东正教 你也可以叫莫斯科牧首期 他以金斯坦米堡牧首期 安皮亚牧首期和耶路撒冷牧首期平行 就因为他管着整个俄罗斯的东正教 所以你也可以叫莫斯科牧首期 莫斯科牧首期可不光是莫斯科 而是整个代表了俄罗斯的东正教 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系数 喜欢把自己的历史讲得悠久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 我主上比你们阔多了 东正教也是如此 他要把他的历史 俄罗斯的东正教要把他的历史追溯到耶稣 在耶路撒冷创立教会 公元33年 今天耶路撒冷东正教会的主教们 可以给出他们历代前任的名单 一直到使徒雅各 如果他给你看他们的主教 主教会追溯到使徒雅各 今天的安提亚东正教会的主教 他们也会给你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会上述到使徒彼得 这个简直把你吓傻了 但事实上东正教是在十四季 才由拜占庭传入到俄罗斯的 公元九到十世纪 先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后来是俄罗斯的斯拉夫人 开始加入归信东正教的行列 公元955年 严信仰多神教的斯拉夫民族 由东罗马传入基督教 那么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个人的重视 这个人就是弗拉基米尔大公 那个时候呢 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都是一些小的公国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公 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的这个小公国的这个大公 然后呢 这个他就引起了拜占庭的公主安娜 在克里米亚接受洗礼 然后他自己就受洗了 然后规定东正教作为官方的宗教 那么这个呢 大家现在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了 那么这个历史上很多的话 就是画这个罗斯受洗 因为罗斯受洗不得了 这个整个俄罗斯民族归向东正教 并且被东正教塑造他的民族性 那么就可以说从这个人开始 所以这个罗斯是不得了的 弗拉基米尔这个那么是一个起源于斯拉夫以的名字 意思是光辉的统治 民间呢也把它解释为世界的拥有者 或者和平的拥有者 其实我想到一个最简单解释他的就是红太阳 红太阳升起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 是吧 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 对统治者来说 他就觉得他是太阳 红太阳 所以这种光辉的统治者 荣耀的统治者 那不就是红太阳吗 太阳王 大概就是这个含义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的含义 在罗斯以拜占庭商谈 大公接受东正教洗礼的进程中 其实是发生过一个故事的 弗拉基米尔大公 当时他跟拜占庭的皇帝跟他讲 说你把妹妹嫁给我吧 他不行 我妹妹不能嫁给不信上帝的人 他说那我受洗好吧 那受洗也不行 为啥呢 这个你不够格 不够格那我就打你 所以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 1988年实际上他发动了一场新的罗斯拜占庭战争 而且呢 把拜占庭的一个城市叫赫松 把他给抢过来了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用武力 迫使呢 这个拜占庭的皇帝做出决定 那么最后呢 这个 这个 大公还切断了水盐 这个 迫使这个赫松能投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并不想打仗的拜占庭皇帝 就没办法了 没辙好吧 那个 同意把妹妹嫁给这个大公 然后给他这个大公受洗 背后的这个故事呢 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其实俄罗斯一开始就是用武力脅迫拜占庭 就给他受洗 把妹妹嫁给他 欧两国现任总统呢 现在都叫弗拉吉米尔 这只是历史的巧合吗 还是说双方都在追求一种统治呢 2014年 普京曾经引用这段历史来证明他占领克里米亚是正当的 他称这片土地对俄罗斯来说是神圣的 而俄罗斯是罗斯的真正的继承者 乌克兰人则说他们的现代国家有着独特的血液 莫斯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成为一个大国 双方都在争正统 看到这里呢 我会想起以色列的百国和南国 百国和南国其实都是以色列的不同的支派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来就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然后这个安娜嫁到了基辅罗斯 这时候呢还把希腊教会的修士也一并带到基辅罗斯公国啊 就像这个文成公督啊 嫁给了松赞干部啊 是带了很多的这个啊 我们中原文明的那些好东西去那里到达啊 那么安娜也一样 一次弗拉吉米尔的下一次呢 进一步下令把全国的神像全部废除啊 强制人民跳入河里边啊 受洗加入东正教啊 同时的东正教变在俄国扎根生长 成为俄国的正统的国教啊 那么看到这里几乎都会觉得特别好啊 爽啊 开心是吧 这个这个事太好了啊 是那么简单吗 那么这个呢 大概就是河里边受洗的 当时的想象的一个啊 这个图画的苗目 罗斯的后人们一直将这个习礼的 视为俄罗斯文化的始点 俄罗斯以前就没文化 从这开始才有了文化 没有宗教 宗教是文化的 我们知道是这个是他的皇冠 这个没有宗教就没文化 所以是俄罗斯文化的始点 俄罗斯文明的渊源 就从这开始了 俄罗斯终于加入到这个 加入到欧洲了 其实俄罗斯那个时候就在追求加入本月 是吧 那个时候的拜占庭就相当于当时的本月 俄罗斯通过这种强制的武力的方式 终于加入进去了 但是事实上呢 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后呢 罗斯各地席的洗礼 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当地伊兰 重奉严实膜拜居民的激烈反抗 这个很多人是拜撒满教的 甚至爆发过声势浩大的起义 俄国真正成为信奉东正教的国家 是经过了百年以上的艰辛历程的 而罗斯土地上多神崇拜的道德规矩习俗 随着东正教的传播 又植根并浓移这种新的信仰当中 所以东正教里头多多少少又有了这些 多神崇拜的掺杂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弗拉基米尔的这个像 这个新俄罗斯建立的 耸立在俄罗斯政府官员上下班 进出的波罗为之门前的 极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雕像 所以这个人很显然是俄罗斯 最崇拜的人之一 弗拉基米尔大公作为俄罗斯国家 和宗教双重创始人的历史性贡献 此的弗拉基米尔成为俄罗斯最常见的名字 就是红太阳 你就把它当成红太阳好了 大家都想做红太阳 比如这个人他也叫弗拉基米尔 俄罗斯东正教的诞生 我们就由这看到很清楚 一开始就用权力甚至是武力把它吹升了 弗拉基米尔一试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了 他为什么要受洗呢 为什么要引入这个东正教呢 他的目的是让俄国能够加入到北约 当时的北约加入到欧洲 然后成为欧洲的强国 俄罗斯东正教的目的 就引入东正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国 表面上是权力转向信仰 这个基督徒们都很高兴 大家都受洗了一片烦恼 但是你别忘了 他的十字是什么呢 权力在利用宗教 权力在利用宗教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我是个基督徒 我当然希望大家都信主 但是明天假如说有一个 这个是吧 有一个领导说 哎呀 这基督教太好了 我们规定明天中国人全部信基督 然后我说我会站出来 这个第一个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仰只能靠信仰本身的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说服力 你不能借助权力 也不能够借助资本 不能借助信仰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去进行说服 说服或者这种诱惑都是不行的 所以表面上是权力转向了信仰 实质上背后呢 是权力在利用宗教 那么这就必然造成喜多的恶果 一直到今天 那么虎晴呢 今天很显然 他也是在用手中的权力在利用宗教而已 那么我们知道宗教和信仰表面上开启的很像 大家经常说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如何如何 其实宗教和信仰差别很大 甚至呢 我们说宗教是信仰最大的敌人 这个以前我专门写过这个文章 今天我也不多说 那么这个当信仰 这个宗教繁荣昌盛的时候 信仰可能是荡然无存的 就是像俄罗斯 这样大家都感到河里边是受习 宗教繁荣昌盛 但是有没有信仰呢 有几分信仰呢 你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教会是附属于金寺坦丁堡牧首区 由拜占庭派遣大主教 驻基辅领导基辅的主教们 那么中世纪的东正教就开始在俄罗斯兴盛起来 既估计14到16世纪 那么修建的修道宴在俄罗斯 大地上有250多座 修道宴不仅是修行场所 还搞学校教育办图书馆 经营土地等等 那么在中世纪的他承担了教育和启蒙的这个责任 这些无疑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 俄罗斯的东正教会 以自己国家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 便进一步加强了 1439年金斯坦丁堡东正教以罗马天主教 进行宗教统合会议 金斯坦丁堡牧首区 以罗马天主教会经过谈判 曾有过短暂时期的合并 本来已经分了 这个时候有过短暂时期的合并 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对此 坚决拒绝 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 1439年 宗教统合之节 以危害其教会之利益 所以正式的以金斯坦丁堡教会分裂 从此俄罗斯全境的宗教大事 完全由主教们参议 这宗教会议自行决定 而不再听命于拜占庭的金斯坦丁堡的教会 所以俄罗斯的东正教就从这又分出来了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 最后一个朝代 巴列奥尼王朝末代皇帝金斯坦丁 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公主 这叫末代公主 这个辗转逃亡到了莫斯科公国 后来在教皇的支持下 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 与索菲亚公主结婚了 那么这个件事又很重要 俄罗斯很多的电影剧 就是要表现这个故事 俄罗斯这个叫索菲亚 所以这个在北京 万达还有索菲亚 这个索菲亚大牢 索菲亚大牢 因为在东北嘛 就索菲亚的这个教堂啊什么的 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的国威 因着索菲亚公主的这样一个结婚 也就名正义延盛的来到了俄罗斯 并慢慢演变成俄罗斯今天的国徽 今天在俄罗斯呢 也随处可见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的遗迹 因此的伊凡山士呢 声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一切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理念 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 他觉得罗马帝国末代公主嫁给他了 所以罗马帝国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身上 引起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 在法律上意味着摩斯科大公国成为了 拜占庭的合法继承人 摩斯科大公国至少在名义上 从此可以成为罗斯驻城邦的首都 本来是大家都是评论的 这个罗斯可能比他还早呢 但这个时候摩斯科大公国就发了 而伊凡山士的地位呢 也将由大公而变成各个城邦 集合起来的国君的地位 他就变成盟主了 而罗斯驻城邦可以名正元胜的 并入摩斯科的版图 摩斯科公国由此成为俄罗斯历史上 第一个国家是这么形成的 由刘里克王朝统治 那么这个呢就是索菲亚公主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俄罗斯的剧里头的一个画面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入侵 金斯坦丁堡陷落 东正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 随即转移到了俄罗斯 到了15世纪末 基辅和摩斯科都已拥有稳固的教区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公元154年 摩斯科公国 刘里克王朝大公一凡四四把国号摩斯科改成了俄罗斯 所以这个俄罗斯呢是由摩斯科改的 以前是叫摩斯科 现在叫俄罗斯 然后那个城市呢还叫摩斯科 君主称号从大宫改成沙皇 大宫呢就是个小宫国 是吧 沙皇呢就相当于王了 所以呢后世一般称为俄罗斯沙皇国 沙皇俄国 俄罗斯王国等等 公元1613年 米哈伊尔一次成为沙皇 开创了俄罗斯历史最后一个朝代 罗曼洛夫王朝 他很好记 他就两个朝代 这个刘里克王朝和这个罗曼洛夫王朝 就这两个朝代 然后这里面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就是摩斯科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的理论 1453年 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了 东正教会呢 则保留下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 东正教会的四大牧首期 或受制于天主教的罗马教皇 或者呢被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势力削弱 俄国实际上就变成了唯一独立的东正教大国 从此呢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传实质人员坚信 保存真正的东正教精神是自己的使命 而且呢 有必要认证自己对拜占庭的继承信 这就产生了摩斯科第三帝国理论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理论 1533年 瓦西里三世统一俄国后 实任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的菲洛菲伊 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 第三个新的罗马 你的强大帝国是全体神圣信徒朝圣的都会 他在普天下比太阳更加灿烂 两个罗马衰落了 第三个全新的罗马正屹立着 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就要问各位小伙伴 是吧 为什么啊 这个他要这么说啊 他说两个罗马衰落了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是吧 新罗马帝国灭亡了 是吧 东罗马帝国也已经隐落了 然后第三个全新的罗马正屹立着 是吧 但是他为什么要说 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呢 所以呢 大家都是听过这个新罗马帝国啊 也有人转发了给我一些材料 但是都没有讲得清楚啊 都没有讲透 1589年 莫斯科命名为第三罗马 正式以拜占庭的继承者 以东正教中收自积 自身第三罗马的莫斯科 取代了金斯坦尼茂 成了新的东正教会的中心 俄罗斯也成为至今 最大的东正教国家 那么这个后面呢 是有一些故事的 那么第三罗马的含义 是指的基督教文明 在罗马人亡之后 那么转移到了金斯坦尼茂 那么这个 那么现在呢 则由摩斯科所保存 那么两个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两个罗马已经倒下 第三个站了起来 并且不会再有第四个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15世纪 那个达达的势力开始衰落 拜占庭呢 也日渐失飞 然后俄罗斯国家正在由 正在原来诸多公国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 能够出现了一批 思考俄罗斯使命的人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菲洛菲一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这个 但是菲洛菲一的这个观点呢 很有意思 这个他的这个观点 后来影响特别大 这个就被概括为 摩斯科第三帝国 但其实他当初这么说 他是从宗教学上来讲的 这个他指的是 他说从时间 当时他们相信 从时间的节点上来看 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头 这个时候的人间王国即将结束 上帝之国即将开始 上帝之国就是千年 是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 耶稣会来 这个统治一千年 这个上帝之国要开始了 所以人间的国度 他们觉得世界已经进入末世了 这个进入末世呢 这个不断的 他们觉得进入末世 比如西罗马帝国灭亡 他们觉得进入末世了 是吧 然后东罗马帝国灭亡 他们又觉得又进入到末世了 那么这个 他们的算法呢 是大概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 那么这个 上帝的一天等于人类的一千年 然后按照当时的纪念方式来计算 1453年 就拜占庭灭亡的这一年 是人间的第六千九百六十一年 那么离人间的第七千年 这个也就是一千四百九十二年 只剩下不到四十年 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了 也就三十九年 整个人间的这个七千年就过去了 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嘛 那对于人间就是七千年 然后呢 这个末世呢 这个这个耶稣就来了 耶稣就要做王一千年 这个上帝的国度一千年就要开始 那就是现在这三十九年了 这三十九年里面那就是谁了呢 对吧 那就当然就是摩斯科了 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了 两个罗马已经应落了 那就靠摩斯科了 这个时候摩斯科应该干嘛呢 摩斯科就应该来拯救世界 他是这个角度来说的 这个角度才是摩斯科第三罗马的提出 所以他一开始呢 他是纯粹的宗教意义 而不是政治意义 那么这一点呢 你们可能都没看到 这个都不太清楚了 那么就在新世界即将来临之际 拜占庭东正教的载体 这个由于西方天主教同流合污 那么受到上帝的惩罚而灭亡 这是俄罗斯人的解读 那么谁来接地东正教呢 是吧 那当然就是俄罗斯的东正教 那么第三罗马说的整个文本 都是对启示录的防写 他的思想基础呢 就是对千年亡国又成千禧年的 这样一个期待 那么所以第三罗马不仅指历史现实中的 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传承者 这是历史现实中的 还指的圣经中提到的第三国 那么这一学说啊 是在摩斯科罗斯政治成功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因此呢其中隐含着深刻的民族思想和政治抱负 可以说啊这个时事造英雄 英雄造时事 那么这些英雄呢 就是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诗句 接受基督教之后 古代的罗斯人并不自信 他们一边翻译并学习西方的文献 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 一边又不断在说啊 罗斯虽然是最后一个加入基督教世界的 但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 就像伊斯兰教啊 总喜欢说啊 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 最后一个先知最重要 那么俄罗斯也说 我们是最后一个加入的 最后一个加入最重要啊 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啊 基督教呢是上帝的使徒 亲自带到罗斯的 并不是从拜占庭或者别的什么人那里学来的 总而言之就要显得自己很厉害 要否定老师 实施罗斯的自我身份辨认是主观建构出来的 是古代罗斯人共有的文化想象啊 然后这个啊 他们很倾向于呢 就是否定啊 拜占庭是罗斯的老师 而要强调自己的这种啊 后来居上的优势和地位 啊 那么当罗斯的政治现实 值得他骄傲的时候呢 啊 他就变得足够自信 一次在第三罗马说中啊 罗斯顺利成章的成为最高的 独一无二的 神圣的乃至上帝神显的啊 在这里呢 俄罗斯民族就成了一个神显的民族 我是一个神显的民族 别人呢 都是非神显的民族 那么这个非洛非伊 把摩斯科自一 全世界 全宇宙的包罗万象的位置 啊 那么这个时候 罗斯几乎以世界画上等号 东正教伟大的沙皇 是罗亚方舟 在洪水中得到拯救 得到上帝拯救的罗斯 似乎给前人类带来光明 统一的圣徒的东方教会 比普天下的太阳更明亮 他光芒事舍 另一方面呢 他又把自己独立于全世界之外 强调自己的独一无二性 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成而被淹没 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 周围的他者似乎都是异教 所以罗斯应当以他们保持距离 免受其污染 这种封闭思想 甚至生透在俄罗斯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他们的排外性 事实上在十六世纪为了避免非东正教教民污染俄罗斯人 官方还制定过一系列措施 如外国人不然随意进入或者自留在俄罗斯 入境工作的外国人则必隔离在外国人阶期 必须穿本民族的服装 以便从外观上能够区别出来 另外俄罗斯人从国外回来后必须去教堂忏悔赎罪 不管他是否背叛过自己的信仰 一是上帝神选的思想 一方面把俄罗斯历史嵌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中 让他担负起拯救全世界的任务 另一方面又把我与他者隔离开来 令俄罗斯避走至深的科护者本民族的传统 面向他者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向往全球化的倾向 以及回避全球化的力量 在俄罗斯齐头并进 那么菲洛菲伊和他的学说在当时显为人知 但是却影响甚严 莫斯科成为了新的罗马 世界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帝国的诱惑进入了第三罗马说 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空前强大 神选性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特性之一 第三罗马说已经既被帝国思想的出行状态了 这个菲洛菲伊所向往的第三罗马在空间上是无限的 它代表着东正教文明的体系 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它的结束也是历史的终结 菲洛菲伊断定第三罗马是最后一个罗马 不会再有第四罗马 他关照的对象不是某一个特殊的公民群体 而是全人类所有的王国会因信仰不存而被洪水淹没 而罗斯的罗亚方舟会获得拯救 东方教会会比太阳更明亮的照亮整个人类 从道义上讲它的职整是拯救全人类 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将变成内政 因此呢第三罗马说 寄议的是地义空间和历史空间的无限性 它针对的课题和对象涵盖了全世界及整个人类 所以你想想对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民族 你怎么能够把乌克兰问题 说成是跟俄罗斯没关系的问题呢 然后你说它是在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呢 它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1589年金斯坦丁堡的第四位墓首 四位墓首金斯坦丁堡的四位墓首签署了同一书 就这个还有背书的 不仅是有这个理论而且有背书 建立摩斯科墓首区 文件明确地将摩斯科称为第三罗马 并称俄国作为东正教帝国 优移以往存在的任何帝国 你看看它是有背书的 自此俄国的第三罗马理论正式形成 这一理论也成为米赛亚意识的文本载体 米赛亚意识回到我们再讲 更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载体 为俄罗斯追求国家强大提供了 宗教上的理论依据 在俄罗斯人民心中 自己的祖国不再是偏激欲的寒冷土地 而是肩负着拯救人类使命的精神大国 学者们对于第三帝国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是他们都承认 在这个国家持后的发展历程中 这一理论的提出 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 随着俄国的国力不断增强 这个米赛亚意识和第三罗马理论的重心 在撒谎和人民心中逐渐从宗教使命 转向政治使命 在伊凡雷帝时期建立 俄罗斯帝国已经成为他们处理 内外关系时的主要目标 那么在他们自己编的这个文献里头 俄国被描述为世界的中心 俄罗斯人作为上帝的选民 有责任在世界的中心 摩斯科建立人类天国 并使其成为保护世界 不受邪恶自立践踏的坚强堡垒 那么东正教这俄罗斯不断的发展 19世纪末信教人数接近了9000万 1917年 这个革命杀俄金主制被推翻之后 这个临时政府曾有意建立世俗国家 面对新情况 教会紧锣密鼓召开会议 恢复了牧首制 主教大会推显出新的牧首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 苏维尔政权根基1918年1月23号 苏俄国家宣法 施行教会与国家分离 1925年牧首弃势之后 牧首人险一直空歇 直到二战后的1943年才得以恢复 苏联解体叶利钦上台之后 俄罗斯意识形态出现了多样化发展 东正教也迎来了成天 叶利钦上台后不到一年 就下令归还东正教堂 教堂里不准重刺非宗教活动 在叶利钦的推动下 前国的教堂进行了维修 苏联司机毁掉的教堂又重新立了起来 然后到了普京 我们就知道 俄罗斯的东正教强势的回归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俄罗斯东正教的问题 他究竟有啥问题呢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这个信基督 但你究竟信的是什么 糊里糊涂的 从来不读圣经 你这个信还不如说你不信了 这个信得糊里糊涂不行 要必晓得真理 真理就是神的话语 必须明白通晓圣经的话语 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才能有自由 如果不明白神的真理 神的话语 就不会有自由 回过头来当没有自由 一个国家没有自由 那么你可以知道 这个国家老百姓 虽然很多基督徒 就像俄罗斯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是东正教徒 那有啥用呢 可见他不是在真理里面信 所以他们就没有自由 没有得到自由 说明他不是在真理里头信的 西班牙书四章十二节 这么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 比一切两论的见更快 甚至魂以灵 古节以古睡 都难赤入跑嗨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难辨明 所以神的话语特别的重要 在真理里头才能得以自由 但是很遗憾 东正教本来就不重视真理 那么东正教的特性 自论正统性 觉得自己比随都正统 所以自称为正教 然后很保守 保守性 坚守古教义和古礼 不做调整 封闭性 不强调传教 对天主教和新教的对话 也不热心 然后依附性 依附于权力 然后分散性 一直没有统一的 潜修性的教会 受到机构 神秘性 这个主要是通过 祷告时的沉思默想 来达到与上帝的职业交通 很注重这种个体性 和不可重复性的信仰体验 那么这个东正教如此 俄罗斯的东正教 就更是先天不足 前面我们讲到 弗拉基米尔大公 这个定基督教 是国教的时候 那么以俄罗斯的文化 和社会发展水平 远远地达不到 对福音书的信奉 依次他的信仰 仅限于外在形式 到河里边洗一个澡 上来了 你就变成这个东正教徒了 那你懂啥呢 啥也不懂 而基督教的精神 在俄罗斯之后 我们说俄罗斯的东正教 后天也不足 不仅先天不足 只是这么一个武力 权力催生的 后天也不足 基督教的精神 由于俄罗斯在地理 和历史上的封闭孤立 使这一隆落 就使得基督教精神 隆落到俄罗斯 更加的困难 遥远的距离 加上蒙古人的统治 是俄罗斯长期 远离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那么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 就是俄罗斯人的文化程度低 影响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扎根 这是一幅著名的名画 富尔加和尚的千夫 我们看到这千夫很酷 很不容易 跟我们嘉林相上的千夫 这个有一笔 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 农民 实行的是一种 比延始古老落后的 或者差不多的生活方式 那么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俄罗斯文化 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细细引进的 基本属于战门口比例极小的贵族 就像中国有两个 有几个城市 北京上海深圳 这个所谓的一线城市 广州等等 那么这几个城市 能代表中国吗 代表不了 就像那几个 这个俄罗斯的贵族 这个基本俄罗斯的民众 能够代表俄罗斯吗 代表不了 俄罗斯的文化技能 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欧化教育 他们的作品 跟俄国的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 并且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 那么这些呢 都是连列宁都承认了 马克思也是很瞧不及俄罗斯的 他就无法想象了 这个 这个他所设想的这个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怎么能够在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出现 在时间维度上 俄国文化的精品的都是19世纪创作出来的 此前是一片蛮荒 俄国人的古典作品 其实是近代作品 在空间维度上 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 摩斯科基辅 就像是两三个一线城市 那么其他都是一片荒野 那么即使在那几个文化中心 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 你不管这个 这个普罗大众毫不相干 贫穷已无知 使宗教及其他一切都退化 随着理论的消失 礼拜也就成了宗教的全部内容 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降低 进行礼拜所用的语言和真行的晨系 变成了教士集团唯一必备的知识 可是相当一部分的教士 连字都不认得 统一的仪式不知不觉 被文字上和实践中的分歧所期待 在传超的过程中 祈祷书里出现了误解性的错误 以及奇怪的增添文字 可是这些新的祈祷文 却因被误认为古代 即是如此而受到人们的尊重 这不是很荒唐吗 劳德斯的东正教呢 尤其不重视讲道 也是跟文化水平有关系 连字都不认识 连教士都不认识 普通的信徒就更不认识了 所以大家都站在那听 但是没能讲到 只是根本就不重视讲道 甚至根本就没有讲道 就是在那做弥赏 在教会上帝的话语 是被摆在集体敬拜中 最显著的地位的 上帝的话语 对于敬拜者来说 就像空气自一呼吸 那么重要 这个罗马书10章17节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明白基督的话 是多么的重要 你没有听到基督的话 这个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 但是东正教重视的 只是宗教的形式和氛围 这种是所谓的圣礼 七大圣礼 如何如何 我这里里面也不多做介绍 那么把他称为 这些圣事又被称为奥秘 是同一个词 所以也叫圣奥秘 一切都是奥秘 东正教徒的这些圣事 跟天主教的圣事 基本上也都很类似 所以东正教 其实还是跟天主教很类似 只不过比天主教还要落后 东正教重视圣母同拜 我们知道天主教也重视 他们也重视圣母同拜 东正教特别重视圣母同拜 玛利亚在信徒心中 是他们以天主之间 最理想的中宝 圣母的名称在东正教中有数十种 东正教中也有喜多以圣母命名的教会 另外东正教还特别迷恋圣像 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圣像 一般的可以说 一神教都是反对的 反对偶像崇拜 但是东正教独认为圣像是感觉的窗户 能让信仰者一扁神性的实在 所以他们印刷很多很精美的圣像 在俄罗斯中正教徒的眼里 圣像还可以显神迹 圣像会显神迹 他们会讲圣像显显神迹的故事给你听 少为人知的是 引修制度从三世纪起 也是流行在东派教会里头 那么后面才影响到了天主教 天主教的引修制度 实际上也是从东正教这里面学来的 那么有人这样归纳总结 就是讲三大教的区别 这个时间关系我也不多介绍 否则我们时间会来不及 那么总而言之 东正教因为他不重视真理 不重视讲道 不重视神的话语 所以慢慢他就轮移这种宗教里头 而缺乏信仰 缺乏真正的信仰 这是他们的复活节游行 这些他们都很热闹 宗教的活动氛围都很热闹 以此同时他们还很骄傲 所以西方的这些宗教改革等等 他们就拒绝了 竭力的抵制西方思想的生通 他觉得他是第三种 那别人都不是 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 骄傲的抵挡 然后关于神学 俄罗斯这里面有两个词 一个就是神学 一个就叫东正教的神学 就像我们说逻辑有两种 一种叫逻辑 一种叫中国的逻辑 俄罗斯也是讲神学有两种 一种叫神学 一种叫东正教的神学 那么这个东正教的神学 就是他就自认为 他跟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 是不一样的 这个西方秉承的西方哲学的思辨 和认证的传统 那么俄罗斯的 这个东正教神学的就是神的话 无用质疑 不加贪就 绝对正确 不由分说 就是直接 俄罗斯人可以直接听到上帝说话 这个直接就是神的王 这个这就是俄罗斯的神学 根据东正教的解释 东正教不行求人为的真理 理性的真理 以及被称之为神的一种理念 或某种宇宙的意志 他所行求的是超出人类 极限和一切被造物的真理 有关上帝的知识 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亲身交流 是有关人的整个存在的交流 而不止降格归于他的理性天赋 新教和宗教改革强调要恢复到起初的教会 是吧 但是东正教说那恢复啥呢 我们的教会就是起初的教会 就是最初的教会 这个 然后这个 是吧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新教的强调 这个唯独圣经 但是他们也强调圣传 除了重视传统礼仪形式比较固定外 俄罗斯东正教会还非常重视在仪式中 要使用传统的斯拉夫语 当代的斯拉夫语都不行 强调在神学和语言上 以往时代的联系性 另外我们在新教的是重视十字架上的 这个耶稣基督的旧恩 得救 因性称义的得救 而俄罗斯的这个东正教呢 是重视个人的成事 那么新教和正教之间的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核心差异 这个新教认为称义唯独本乎恩 唯独因者信 唯独在意基督 但东正教在神学上呢 他不这么认为 同时他对得救有不同的理解 他不强调因性称义 唯独耶稣十字架上的得救 更强调每个信徒的自己个人的成圣 上帝成为人 乃是为使人成为神 让人成为像神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完善的人 这个神学主题呢 就奠定了东正教的神学传统 所以福音不知不觉呢 本来我们是传福音 传福音是给你一个好消息 耶稣担当你的罪来救你 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的救恩 但是他们就变成了修行 这个你信耶稣法 然后你来修 这个修的你夜里也变成像一个神 福音不知不觉偷换成了修行 然后这种修行呢 从一般的修行再变成苦修 最后再到一种叫做圣仪文化的崇拜 圣仪文化 什么叫圣仪呢 圣仪呢就是 这个英文就是Fullishness Full Christ 就是为基督而犯傻 也叫Holy Fall 神圣的傻瓜 神圣的傻子 这个 那么这个 有不同的说法 有次说这个是完全从沙满教里头来的 还有的人说 这个本来就是拜祭廷有的 这个俄罗斯把他发展了 那么他的行为呢 怪端反常 但是呢 又觉得这个人特别神叨叨的 用中国人话说 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技工 那个技工 技工和尚 是吧 这个看着神叨叨的 但是呢 这个人又很厉害 很明啊 那么圣仪呢 被施为俄罗斯东正教里头的 先知加苦修士 他是苦修的 这个外表张兮兮苦哈哈 但是呢 既有通神的神秘法力 能为不先知一言未来 并未能啊 这个确在士兵 美国学者汤普生认为 圣仪的行为包括了五主 二类被反的概念啊 智慧跟疑陈 啊 晨洁跟污秽啊 传统跟无根 温顺加强恨啊 同敬加嘲讽啊 这意思是说 圣仪呢 大致若疑啊 外表污秽内心圣洁啊 呃 即使是行为不减 稀九重义 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 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 却又积以体制外到处流浪 婴儿无根 他们既谦卑温顺 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恨出入 人们对圣仪既崇敬又嘲讽 啊 这个恰恰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啊 俄罗斯哲学家啊 比尔加耶夫观察到 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 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 专制理念 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 自以枉为 残酷 暴力倾向和善良 人性 温和 信奉礼仪 追求真理 个人主义 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 民族主义自我催泄和普世主义 前人类理念 漠视米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 对上帝的行修 以及战斗的无神认 谦心和放肆 如性和反抗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 极端性 非理性 神秘主义 无政府精神 同性暴力 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等 都与圣仪文化有着千师万里的联系 圣仪文化最严重的后果呢 是影响到俄罗斯知识分子 出现一种辩证道德观 成了俄罗斯的一种独特的 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观 也把罪孽视为美德 把杀戮当成吹声 把破坏视为建设 把自虐视为牺牲 把苦难视为洗礼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 不难看出 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义 情有独钟 对解放前人类的世界革命 如此撒有介绍 圣仪尼实际上就进入一种反智主义的信 我们知道信仰本来它是超越理性的 它并不是只在理性里头 但是信仰走到理性的反面 那就是反智主义了 那么圣仪尼就陷入了一个反智主义的信 罗马书十章二到三节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那么这句话呢 我觉得是整个我研究东正教之后 那么想这个跳到我心里面的 可以说这个最能够表达俄罗斯东正教的 现在这个状况的一句话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意 所以就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那么俄罗斯东正教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被权力掌控 我们从天主教 这个新教 东正教 三大教派 我们来看他跟权力的关系 天主教的有一段 他是掌控了权力 他在权力之上 那么人间的王权在他之下 这个厉害 所以呢天主 但是我们知道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当这个权力进入到天主教 这个天主教内部 那么腐败就进入到天主教内部 所以天主教就变得很腐败 这种权力掌控型好不好呢 很显然是不好的 因为你掌控权力的时候 腐败就进来了 新教是权力制衡型 他是把权的权力装进的笼子里头 是从而有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 就是把权力给驯服了 同时他不沾览权力 他不去掌控权力 所以这就是圣教分立 所以权力制衡型 这是最成熟的 东正教是权力衣服型 他衣服在权力之上 历史上东正教 既不像天主教那样 正教分离 和存在着教书二言结构 也没有实现新教所建构的 现代的正教分离 或者叫分立 在东方 大主教与君主之间 并没有如罗马教中 以世俗国家君王间的相争 东方教会 以治理军事坦尼宝的长官 始终保持密切的合作 这种关系非常密切 被西方教会人士和历史学家 称为皇帝兼牧首 就皇帝其实才是牧首了 教会的事物完全顺服 皇帝的管理 教会实际上成了 政府的一个部门 金斯坦丁的进城 俄赛普为金斯坦丁 登基30周年 发表了一段 发表了一篇认著 他在里面这么说 他皇帝的一切权力 都可以在天国找到 对应物和来源 皇帝是基督的朋友 根据上帝的旨意 施行统治 其政权如同上帝的基业 一样永垂不朽 耶稣是宇宙绝对的主 皇帝是世间 一切生灵的领头人 把一切生灵 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他把真理的敌人 统一在真正的信仰之中 因为皇帝作为 圣言的讲解者 把良知交给前人类 把皇帝说成神了 如果再加上俄赛普 把皇帝上帝胜负的 独子基督平行起来的话 皇权的一切 有特点就清楚了 上帝旨意的体现 独一无二 以此世间 一切人都服从真正法则 为己论 既有普救性 理行使徒使命 传播上帝法则 以及领导臣民 走上自我完善的坦途 观察整个东正教的历史 从来没有幕守 把皇帝破门的 就是幕守把皇帝开除 说你不够格 没有这回事 反而是皇帝多次指派宦官 担任幕守 让太监来当个幕守 但是在天主教的历史上 我们知道 天主教把某个国王给他破门了 破门了 就开除出教会 那不得了 开除出教会 所有的基督徒 都不允许跟这个人打交道 国王就没法干了 最后国王在风险天里面 爬着跑过去求行 所以这是教权制衡的王权 西方教会有数百年 一直努力令教权高于政权 那么俄罗斯的东正教 我们说它就更加有问题了 它是因为权力而生的 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不再重复 就是拜占庭版的基督教 被引漏到俄罗斯 还有一种理念 也就是教会要依附和顺从 国家政权 同时的拜占庭基督教的 教接制度 也就是它的职位等级制度 后来也引漏到了俄罗斯 成为世俗政权的一种 样板或者模式 所以顺服权力加等级制度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 东正教的一个特点 到了萨尔时期 东正教成为 俄国民众的精神支柱 也是沙皇统治的重要工具 那个时候 沙俄政府类的官员 必须是虔诚的东正教徒 而且东正教向民众先扬上 有一条就叫 听从教会终于沙皇 可见东正教已经和 统治阶级完全合而为一了 听从教会终于沙皇 1721年 俄国彼得大帝 由于尼康改革 威胁到皇权 而解除了东正教 大莫守的圣职 这个尼康呢 本来想 就是觉得俄罗斯的 这个东正教 有很多的问题 他要做一些改革 但是他的改革 跟马丁路德的改革不一样 他并不是那种 内容上的改革 真理上的归正 而是实际上 是一种形式的改革 比如说这个 画实是怎么画 本来就是很小的改革 但是在这里边 他突发奇想 本来是彼得大帝 委托他的改革的 结果呢 他说了 他也想学一下西方 教权要在皇权之上 彼得大帝 这个老袖成怒 结果把他给流放了 然后呢 这个以前 还有过牧首制 牧首来负责 牧首制也不搞了 搞个叫 圣主教工会 搞个主教工会 一群人来决定问题 而不是一个牧首 来决定问题 从此呢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东正教呢 更加被纳入到国家体系 更加处于 世俗政权管辖之下 所以这个尼康 宗教改革 跟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改革 因为这个改革 就没啥意义 实际上是反而使得 俄罗斯的东正教 更加的归顺到了权力 权力的底下 那么简单说呢 我想说 俄罗斯的东正教 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真理上的迷茫 他不承认 圣经的最高权威 而是强调 圣传和圣经 既有同等的权威 不重视信徒 对圣经真理的学习 不重视 甚至谈不上 有像样的讲道 只注重宗教仪式和氛围 不强调 因信称义的 十字架的救恩 而是强调圣化 有点类似于 新教的成圣的概念 和圣仪 那么走向一种 反制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信仰的道路 和天主教一样呢 这个他也崇拜 圣普玛利亚 并且有比天主教 更加浓厚的 圣像的崇拜 所以他在真理上 他是糊里糊涂的 然后在真信上的迷失 因为在真理上 偏离不清楚 慢慢就在 真正的信仰上 就迷失了 不是高级耶稣 基督兵他 钉十字架 而是将国家 和权力当作偶像 来崇拜 人为权力的仆人 和强人的信徒 由于东正教士国教 大部分的人呢 在俄罗斯 会把热爱教会 看作是热爱 祖国的象征 所以呢 宗教对他们来说 就是俄国的特征 是国家法治 是最古老 最广泛的文化遗产 宗教不仅组织了国家 创造了俄国 它甚至国家 统一的纽带 俄国的宗教 代替了民族 它以民族合为一体 在维护国家 统一方面 东正教教义 可以精主专制 发挥的作用 相提并论 因为它创造了 并保护了 民族的自觉性 正是由于 如此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 俄国人 更加颂扬东正教 以自己是俄罗斯人 斯拉夫人为教 他们认为 俄国拥有 最纯正的基督教 也就是东正教 自似为 东正教的味道 东正教徒 把种种的关系 建立在上帝的权威上 把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 国家关系 上帝紧紧的联系起来 认为各种 社会关系的确立 是由上帝的意志 决定的 一是古老的俄国法律 一贯把皇帝 置于宗教领袖的地位 也就是说 他赋予沙皇 无限的权力 法典规定的 君主专制 以及神受皇权的 绝对的服从 这也得到 传教者的尊崇 在人民眼里 沙皇是上帝的使者 神权的象征 俄国的耶稣 人民帝沙皇的崇拜 达到迷信的程度 人们认为 沙皇是上帝的戴安人 正因如此 人们把东正教的主宰权 拱手地送以了沙皇 俄国令人印象深刻的专制制度 也与东正教有关 俄国的东正教是经由半战 拜占庭传入 而随着东正教一起传入 俄国的还有君权神授的观念 在神父的说教中 先传这种思想是一个主要的内容 沙皇政权被蒙上一轮神圣的灵光 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义子 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 崇拜沙皇 在服从教会的同时 也要做沙皇的奴隶 第三就是真道上的迷惑 毫无根记的相信并鼓吹 摩斯科是所谓的第三帝国 将米塞亚情节注入 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进而让俄罗斯人 自认为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神险民族 从而将俄罗斯民族误导 走向极其的自大和制服 好像不是俄罗斯人 需要上帝的拯救 而是上帝的需要 俄罗斯人来拯救 那么中正教可以说 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国民性 连普京同志也不例外 他也是被塑造的一年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讲一下 俄罗斯的米塞亚精神 什么是俄罗斯的米塞亚精神呢 不是俄罗斯人崇拜米塞亚 而是俄罗斯人把自己当成米塞亚 当然世界的救世主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 俄罗斯一千年的线性历史发展阶段 分别为基辅罗斯 达达罗斯 也就蒙古人统治的那个阶段 莫斯科罗斯 彼得堡 俄罗斯 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 这个其中稳定的影响俄罗斯的是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 那么这个有一个作家 俄罗斯的作家 他说俄罗斯人是一群自觉自厌的悲起斯基加等 这个斯基加就是对全人类的宗教关怀 这就是俄罗斯的米塞亚精神 说一个民族有米塞亚意识或者米塞亚精神 意味着这个民族认为自己担负着特殊的神圣的使命 是世界的救世主 如果将东正教比作俄罗斯文化上的皇冠 那么它的核心的教义米塞亚呢 就是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后期的基督教 都将米塞亚意识作为核心教义 这个都有救世主的含义 但是俄罗斯这个民族 这个随着这个莫斯科公国的欣喜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崛起 16世纪初第三帝国理论提出之后 米塞亚意识呢 在俄国的影响力就不断的增大 米塞亚意识是一个文化概念 也是俄罗斯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在米塞亚意识的作用下 俄罗斯完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 世界观的形成 俄罗斯认定自己是神选民族 这种意识贯穿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 并深刻作用于俄罗斯政治 推重了它的历史进程 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命运 直到如今 直到这是俄乌战争 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 其实主要就是研究东正教 然后而东正教的核心的教义 米塞亚意识呢 则被俄罗斯学者称为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灵魂 俄罗斯外交一直以其鲜明的大国主义 强硬作风为世人所知 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东正教的文化 及其核心的教义 米塞亚意识 一方面它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 自贞心以自豪感 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 国际地位的判断 恢复大国地位 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 米塞亚意识的作用下 俄罗斯人天生既有一种崇拜强权 能物的心理和对极前政治的惯性的容忍 那么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 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的机制 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米塞亚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情节 冷战结束后 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 米塞亚意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内政营外交 熟悉俄罗斯外交史的人都会注意到 大国主义外交在俄罗斯外交史上一以贯之 第一呢俄罗斯民族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定位一直很明确 他们深信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当中 不管当下自身的国际实力如何 俄罗斯上帝神险的特殊地位不会改变 他拯救世界的使命不会改变 就是俄罗斯喇喇再不行 这个世界还是靠我来拯救的 他把自己当神险民族 那你现在大家都讲民族平等 哪有平等啊 别人都是非神险民族 不可能平等 他把自己看成是拯救世界的 是米塞亚 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讲的是拯救灵魂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需要耶稣来拯救 他的灵魂都需要 他恰恰想把他去拯救世界 那么第二呢在处理美国等大国的关系时 不管俄罗斯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他的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是吧 这个在处理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时 俄罗斯则以大家长而身份自居 既对独联体国家承担相当的责任和义务 又重不放弃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言 就这么霸道 就这么恨 第三呢 俄罗斯民族崇尚对外强硬的领导人 纵观整个俄罗斯的外交势力 不管是地俄时期 苏联时期 还是俄联帮 今天的这样一个时期 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 不仅享有对外政策的绝对控制言 他说了算 而且对外手段越强硬 越受民众的欢迎 你对外一轮 这个就在俄罗斯就待不下去 研移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的旧式主义和大国思想 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走向 那么这个在第三罗马书中 这个菲罗菲伊试图建立起某种超民族的共性 就是俄罗斯这个世界性和前人类性 俄罗斯被等同于整个世界 他能够代表前人类 80世纪的俄国宗教和政治哲学家 比尔加耶夫也说 东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洪流 在俄罗斯碰撞且相互发生作用 俄罗斯堪称一个完整的世界 就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组合体 它就是两个世界的纽带 这就是欧亚主义 俄罗斯一直紧张地审视着 外部的他者和整个世界 从第三罗马说甚至更早开始 就思考着我与外部他者的相互关系 以及如何把外部他者大一统到 我的历史框架之内 在文化方面 俄罗斯不断地把他者文化 类化为自己的文化 以超民族心理 其超民族心理是以此相关的 他把拜占庭的基督教 达达文化 欧洲文化 这个努力的都整合在俄罗斯里头 每次俄罗斯都用生硬的拿来主义方式 或者被他者强行进入的方式 进行文化上的改造 另外呢 这个他还很成功 在历史上呢 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历史当中 抵抑蒙古人的入侵 从而成功保护欧洲 他挡住了蒙古人的入侵 所以欧洲才有 他对欧洲的很大的贡献 然后打败了拿破人 解放了欧洲 他又是对欧洲的贡献 二战的打败了希特勒 又是对欧洲的贡献 那么这些历史事实都经历过 都使得经历过重重苦难的 俄罗斯人生信 俄罗斯就是被上帝选中 来拯救世界的米塞尔 包括苏联 前苏联建立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其实就是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演变成摩斯科公国 以后变成帝国 最后再变成第三国际 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 就是古老的米塞尔意识的转化和变形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狂热的个人崇拜 也是米塞尔意识的反应 比亚加亚夫说第三国际是第三罗马 这一古老树叶的实现 冷战结束 俄罗斯联邦成立到今天 由于东西方阵营的瓦解和全球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 国家利益重新成为俄罗斯自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核因素 实现俄罗斯民主的复兴追求在地区以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业大国 成为了俄罗斯最高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主旋律 那么俄罗斯以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互不相让 普京对美国例外论的批评背后 其实都是俄罗斯例外论的折射 以前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美国的例外 美国是公民社会 说美国不是新罗马 美国不是帝国 所以美国也不会陷入到帝国的衰落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历史上的帝国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 Citizen Society 这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 亨庭顿的一句话 那么当美国人谈美国例外论的时候 普京是一脸的不服气 一鼻子的不服气 俄罗斯才是例外论 俄罗斯人对自身精神性 以道路独特性的信念 此次对美国例外论辞之以别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不服 老子就是不服你 不服就是不服 所以我们知道前世界中国人最骄傲了 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 我们历史悠久 我主上比你们阔多了 如何如何 你现在发现一个比你还厉害的 比你还横的 比你还不服的 比你还接着自己历史悠久 还接着自己地位神圣 神显民族 还接着自己就是前世界就是主 比你高好几个邓次的不服的 那就是俄罗斯人了 一方面东正教的传入 推动了俄罗斯文明的产生 并且俄罗斯的文学 艺术建筑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的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明珠的 这个明珠性和世界观 影响了俄罗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成为俄罗斯明珠无法期待的精神支柱 但是呢 东正教的神秘主义 米塞亚意识 对上帝的这种 对上帝的很多方面是错误的一种认识和理解 可以说 对精神使命的追求 以俄罗斯本土的特点相融合 也共同作用于俄罗斯 此其形成了既不同意东方 又不同意西方的独特的民众性格 就我们这样看 才能够真正的看明白 那么正是东正教的这些教 也就是极端以及有害的宗教认识 塑造了俄罗斯根深蒂固的 大国沙文主义外交 完全抹视国与国平等的国际法体系 并且追求不择手段的对外扩张 还以为是替天行道呢 因此可以说 东正教如果不经历深刻的归正 不消除这些落后和错误的影响 俄罗斯这个民族永远没救 在错误的信仰上 普京姓啥都是白搭 何况他真正的目的 本不过是要利用东正教来一统天下 唯我独争而已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七节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 爱我所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望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望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那我们知道核心 就是我们要好好地敬拜 独一的真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以拜偶像 跪拜那些像 那么这是圣经上帝的教导 摩西的实践里头的 但是呢我们很多人 这个可能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 什么叫拜偶像 什么叫不好好的 要好好地去敬拜真神 那我们指出第一类偶像 就是有形的偶像 什么是有形的偶像呢 就是泥树木雕是吧 泥树木雕你看的太多了 这边雕了一个偶像 那边掉了一个偶像啊 或者挂在墙上的啊 这些都是偶像是吧 把他当神来拜啊 这就是有形的偶像是吧 这个有形的偶像的 一般基督徒都有免疫力啊 你避之为恐不及啊 所以我们不说这类的 有形的偶像 那么第二类的偶像呢 叫做无形的偶像 无形的偶像呢 是在你心里边的 没有雕刻出来 也没有挂在墙上是吧 但是呢 你把它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当你把它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你把它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你的偶像啊 那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偶像 在你的心里边啊 你可能把你儿子看得比上帝还重要 是吧 儿子才是你的偶像啊 或者你这个人的很崇尚爱情啊 你把你的太太当成你的偶像 也有可能啊 把你的配偶 把你跟他的人际关系啊 看成是偶像是吧 或者呢 这个星期天本来要去做礼拜 你去的健身房啊 那么很显然你把身体看得比啊 跟上帝的关系还重要啊 那么你的身体的健康是你的偶像 是吧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啊 这个跟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 比尔劳勒斯啊 这个曾经我们在一起 我们请他讲课啊 就我们带着节约去 去以色列 然后呢 他就 他上来就讲 这个 他说你的期待就是你的偶像 这个 比如说啊 这个 是吧 你回家了啊 这个在外面做工很辛苦啊 回家希望太太对你好一点是吧 给你做个好吃的 他这个怎么怎么地啊 因为你在外面做工了嘛 哎呦 结果回来啊 这个太太告诉你说 对不起了啊 这个你出去一个礼拜啊 这个你终于回来了啊 所以呢 这个外申等你来带了啊 然后家里的地给你来打扫了啊 我要休息了 还有 然后你一下就贪了 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就是因为你有期待啊 你的期待就是你的偶像 你的偶像必成为你的羞辱 这句话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 我们发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期待 我们对人和寺都有很多的期待 这期待呢 你仔细想想 他可不就是你的偶像吗 你把他看得特别重呢 看得特别重要啊 是吧 那这个偶像就会成为你的羞辱 所以呢 第二类的偶像呢 是无形的偶像啊 不是人类泥树木雕 但是呢 在你的心目中 他很重要啊 甚至你恐惧什么 那个是恐惧的就是你的偶像 耶稣说呢 杀身体 不然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他 是吧 但是有很多人就怕 你怕他说明你 你认为他比上帝还厉害 那你是把他当偶像的 其实你把他当偶像 是吧 你不是 你并不是那么相信神 你反而相信他厉害 是吧 那你不是 现在一个无形的偶像的宠摆里头吗 所以呢 我们说第一类的偶像呢 就是泥树木雕啊 这个大家都有免疫力 但是第二类的呢 常常你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去了 就是 是吧 就是那些无形的偶像 在你的心目中放的比上帝还重要的位置 那么我今天呢 我想讲第三类的偶像 第三类的偶像啊 就是对真神的虚假崇拜啊 既不是第一类的偶像是吧 有形的偶像 也不是第二类的无形的 在你的心目中的那个 你在啊 把健康啊 把儿子 把妻子 或者把什么什么 你的一个期待啊 放在这个一个重要的位置啊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对真神的虚假的崇拜 你好像是在拜真神的 是吧 你说我拜的就是耶稣啊 我拜的就是耶和华神啊 但是你拜的是不是真神啊 是吧 你是用虚假的形式在拜 还是用真实的 这个啊 这方式在崇拜他啊 如果你是好像是拜耶稣 好像是拜耶和华神 但是呢 你是用虚假的方式在拜啊 其实你把这个神呢 进行了修改 你最终拜的是自己修改了的耶稣 修改了的耶和华啊 对不起 你这里边还是在拜偶像 你还是在拜偶像啊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神啊 好比说今天啊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 都喜欢说上帝是无条件的爱啊 神就是爱啊 神是无条件的爱啊 但是他从来不讲神也是公义啊 耶和华本为善啊 也就他的本体是善啊 这个善是慈爱与公义相亲的 是吧 是就我们的神跟呃 所有的神最大的区别啊 就是他是公义的神啊 你不可以贿赂他 是吧 这个他是祭邪的神 是吧 他是圣洁的神啊 公义的神啊 真理的神 是吧 但是他从来不敢说神是公义的神 他害怕 然后还说神无条件啊 神无条件爱你 那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 从来没说过神是无条件爱你的神啊 神要求你悔改 是吧 要求你来跟随他 是吧 这个怎么就无条件的爱你的神呢 是吧 这个这都是修改 修改的是目的是火烂别人来信 这个这不对啊 这个你拜的是自己修改的神 那是什么呢 对真神的虚假的崇拜啊 还有很多人拜神 觉得神就是代表着神迹啊 不好好读圣经啊 天天在来求神迹 是吧 医病赶鬼的 那你是你是把神迹当神神了 是吧 这都是拜自己修改了的神 那么回头来呢 我们看到东正教呢 是啊 拜来拜去 最后他拜的是一个国家的偶像 是吧 拜的是一个权力的偶像 是吧 拜沙皇 然后拜的是一个俄罗斯的偶像 俄罗斯这个民族厉害啊 这个民族独一无二 不是这个民族需要耶稣来拯救灵魂 而是这个这个民族可以去拯救耶稣啊 这就是这就俄罗斯的偶像 那么这个就是对真神的虚假的崇拜 你看到吗 其实呢 你在拜自己所所造的偶像 而不是按照神本 他的本体的那个形象 他的神的给我们 透过真理 给我们启示的真正的形象来拜他 是吧 那么这样的拜法 有一天你去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会说你是我的门徒吗 耶稣不会说 你说我奉你的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吗 是吧 很可能耶稣就会说 对不起 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么这个是很恐怖的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总结整个 这个对普京的这个教徒普京 是吧 我们前面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普京是保守主义者吗 是吧 保守主义者多好啊 那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呢 那我们发现他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他是个伪保守主义者 然后回过头来呢 我们再接受到他的根 他这个东正教有什么问题呢 东正教在信耶稣啊 在拜上帝啊 对吧 但是他们真正的 他们 最后他们在拜什么呢 是对真神的一种虚假的崇拜里头 是吧 这个我们叫对三类的偶像崇拜啊 现在这个坑里头啊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坑里头啊 普京他的信仰在前程 是吧 他对中正教这个 是吧 推动的 在用力啊 那有什么用呢 啊 那没有用 因为这个跟从根上就有问题啊 从根上就出错了 是吧 而俄罗斯整个的民族 如果还是走在这条路上啊 对真神的虚假的崇拜啊 那肯定是不行的 没有办法啊 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啊 就像我们知道这个 新教文明啊 为什么能够出现现代文明呢 啊 因为他经历了深刻的啊 这种宗教的改革啊 他去宗教改革 其实是去掉宗教啊 回到 回到真理的信仰啊 那么这个真理的信仰呢 根基建立起来啊 那么才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啊 就保守主义之花啊 那么最后才有现代文明之果 是吧 啊 那么回过头来的 当我们讲俄罗斯的时候啊 难道我们想到的只是俄罗斯吗 难道我们不想想自己的处境吗 啊 难道我们信神啊 我们就信的那么正确吗 我们有没有问题呢 是吧 那么我们的信仰的路又往何处去 像如何走呢 啊 就算中国90%是基督徒啊 就像俄罗斯那样70%以上啊 如果我们信的是啊 这种用臭 我们是在拜偶像的方式 或者现在第二类的拜偶像里头啊 或者现在第三类的啊 这个偶像崇拜里头啊 那又有啥用呢啊 那能够接出好的果子来吗 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啊 坏树啊 这个子能结坏果子 是吧 那么透过这个普京啊 东正教徒普京的这个分析啊 那么也透过这个我们的这种思考啊 那么我们应该啊 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啊 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啊 我们大概应该啊 我想啊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启示啊 也有更多的思考啊 那么时间关系呢 我今天啊 就讲到这里